资料列作为标题 这还是错误的 可是你这边大概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他会从一开始编 二三四 如果有名称相同 如果有名称相同 例如说刚刚这边是空白 空白 等一下我是想要请你知道一下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不是跟这边重复 所以他这边就会变成 这样听得懂吗 我只是想让你更加的了解 他的自动编号 好了 那接下来这不是我的标题列 所以我是要用第一列的记录 当作是我的标题 所以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这个还不是我的标题 所以我要再取一列 这个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男 女 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说他从一开始编 对不对 一 二 所以这就变成三了 这样大概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那你会说男跟女是不一样的 可是 他不是跟后面男跟女是一样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边我这边是要刻意留下来的 因为这是几岁 零岁 就是以人口学来去说的话 新生儿 就是未满一岁之前 好 这是他定义的零岁 好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的 我的 这个名称要换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 你 其实我刚刚只是连续做了三次的 以第一列 作为标题 知道吗 好 接下 好吧 那我就请你们先坐到这边 首先你要会打开 会打开这个PowerClear编辑器吗 对不对 这是你要会的 第二 你还要选择适当的这个 这个栏位 栏位名称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